講完宣布臨時開大概10點左右吧 臨時開一個記者會 大家這樣講會臨時開記者會 而且這是他連續第六天開記者會 一定有什麼新聞 結果說廚師的首部生物檢驗 有驗出米少菌酸 對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說 去用完餐之後身體不適 然後甚至有人死亡 可是你未來如果對不公堂 你還是需要非常直接的證據 菌必須是來自於這個餐廳 然後讓民眾吃下去 所以保存證物然後驗出來 這個作為未來訴訟 陳唐正公是非常重要的 那臺北市政府這次是跟 這個臺大法醫所合作 其實這個案件回顧到 當然在目前為止 還是有個派聲音說 19號就有人吃壞肚子 24號才去 是不是太慢了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沒有人餵補先知 19號去吃的時候 這個最早就醫是21號 當天是兩個民眾去 而且他們去不同的醫院 星光跟馬捷 再來23號再有兩個人去 還是又不同的醫院 北醫跟三種 所以到23號為止 四個民眾去了四家醫院 甚至你不要說臺北市政府 基本上連醫院都不會把他視為 這四個人有馬上的直接 關聯的關係 所以24號的時候 又有民眾去 然後這一次才有重複的醫院所 同時當天很不幸有人 因為這個案子過世 所以這個衛生局到保齡去的日子就是24號 那他送驗查扣的東西 今天法醫所有講了 台北衛生局 台北市的衛生局 刮剎的檢體 包括廚師的手 砧板菜刀跟水果刀 四個檢體 可是這四個檢體 目前為止只有廚師的手驗出 雖然答案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他的手 難道他不摸砧板 不摸菜刀 就是全空只有用手在料理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只有手驗出來 但是這個手為什麼重要 就是剛剛跟大家講了 就是你接下來要對付公堂 你必須要有一個證據 毒素是來自保齡茶室 然後保齡茶室的 這個有毒東西 讓民眾吃下去 所以29位通報的病體 這個檢體裡面 米酵菌酸跟A13的保齡茶室 直接的證據 不管是疫調 還原真相 或者是未來的司法偵辦 今天找到一個關鍵的鏈結 所以我想這也是替我們 這個第一線的衛生局同仁 也要替他們打打氣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說是在26號登上全國頭條 衛生局雖然交代了 他們的處置跟作為 可是包括很多的質疑 剛剛講的 19號就能吃壞肚子啊 你為什麼24號才去等等 那雖然他去機查的時候 沒有扣到食餘 但是他已經依照規定 刀具剛剛講的砧板 還有手 這些當時檢驗的檢體 現在真的驗出了米酵酸 米酵素 米酵菌酸 而且是現在看起來 才是唯一的直接的關鍵證據 可是這幾天你有沒有聽到 包括民黨一些市議員有提到說 講完不是到那個行政院會去 然後講說這是個歷史的起點 所以中央要儘快制定什麼什麼 那他們說有甩鍋的嫌疑 是不是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的問題 真相還沒有找到 不管是衛福部衛生局 現在同樣的目標 應該是大家都很好奇 人民也想要知道 這個東西看起來出現在我們每天 基本上很常吃到的食物裡面 那為什麼這麼常吃到的食物 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菌 基本上連名字現在很順暢的 念出來四個字 都還覺得有點拗口 你事後書葛當然很容易 但是從過世第一例開始 沒有人能夠餵捕先知 這不是一起這個很普通常見的中毒病例 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史上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中毒事件 那誰能夠在這個時間做出一個 我不相信有誰可以跳出來講說 我可以做出一個 跟大家都不一樣的 高規格的不尋常的 非一般的高規格處置 那當然事後諸葛很容易啊 但是事前你像諸一樣 現在再來講 我覺得不會特別厲害 我覺得應該現在先講說 今天突然就是台北市說 開了記者會說 那個廚師手上驗道 那我覺得應該回過頭來 廚師手上驗道 那廚師一定是摸了東西 他不可能手上突然長了這些菌 那一定是摸了什麼東西 那但是在26號 中央跟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 去了現場 去把相關的嫌疑食材 把它帶回來 那驗 那你發現這些食材都沒有 可是問題點就是在 為什麼我們一直覺得說 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是慢半拍的這個部分 24號對 蔣萬安跟衛生局長一直說 我們24號接到通知 第一時間就去了現場 但是去到現場 他去環境衛生檢查 這個是在整個食物食品法規 相關的條文裡面 他是其中一環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點是 就是有說 儀式食品中毒相關 檢體採樣之分工原則 裡面就是有講 食品檢體 食於燉號 嫌疑食品等 以及環境檢體 包含刀具 砧板 飲用水洗滌等等 由衛生局 就是在地的這個所屬機關衛生局 相關的科事來主辦 好那你那時候24號去 我們大家的質疑就是你24號去 因為他是寫集 食品的檢體及環境的檢體 你為什麼只做了一樣 如果你今天講說 食於沒有了 因為他已經是之前吃 已經都倒掉了 沒有 但是他還有一個鹹衣食品 然後相關的這些食材 一定都還有在現場 你為什麼沒有 好那26號說你去檢檢查了 可是因為這家餐廳 他在23號的時候 有再進了一批新的相關的食材 就是要煮的原物料 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一般大家 這個餐廳在準備食物的時候 我都是看東西差不多要沒了 我趕快先叫貨 等到他這個東西用完了之後 他還可以銜接 不能空窗期 所以他24號去的時候 也許還可以採集到 當天可能23 24號吃的東西 但是你26號去的時候 他可能前面已經都吃完了 我已經26號是新的一批了 他可能就是像現在可能就撿不出來 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質疑的就是說 那你24號衛生局 你為什麼慢了一個半拍 你為什麼沒有在當下 依照相關的法規 他是必須一定要把 嫌疑的相關的食材 把它帶回來 那既然當國民黨今天有這個 立委就質疑 就說因為衛生局 今天台北市衛生局 就檢驗出手部有啊 是中央不作為啊 不好意思喔 這個在整個規範當中 所有相關食品中毒的這個問題 他都有分工 都是以你中毒的相關的縣市 如果那個餐廳在那個縣市 就由這個縣市的主管相關機關 來做主責 然後你要去檢驗相關 如果說你的檢驗的東西遇到困難 或者你的實驗是不夠 得向中央來協助 那當然24號收到了通知 然後24號台北市去環境採驗 你說26號中央沒有作為嗎 中央就一起去 把所有的35樣全部帶走 包含所有 那台北市做了什麼 台北市26號一起去 28號說我們連調 我們28號調禮包 這個調味料 大家會覺得 這應該是24號要做的 所以應該說 這樣子的一個食品中毒 我們沒有人想遇到 然後而且這是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案例 但是不要第一時間遇到了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先把它切割 好像台北市只是公親主 他不是市主 你就已經把它切割出去說 中央你要負責喔 不干我的事 我只是來配合而已 錯 依照法規相關全責 他就是已經有寫分工原則如下 那你採檢完有什麼問題 驗不出來 那我就像中央 那我就去幫忙搜尋全台灣 有沒有相關的這個米酵菌酸相關的這個樣品 然後去驗 我覺得這速度就很快 24小時之內 我們就找到來驗 所以這個切割我覺得是不需要了 那只是說我們大家會回頭來說 今天有些食材驗不出來 所以因為如果你24號如果有採檢 也許就可以有找到原則 24號如果有採檢 不是啊 他去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食餘食材是最直接的證據 這大家都知道 可是衛生局已經告訴大家 他們到現場去的時候已經沒有當天的食材 他是說食餘沒有 食餘是當天他吃的沒有 那當然因為他餓的時候 所以他謹慎起見 他把所有容器都帶回來 那現場有沒有當下 還有沒有他們在煮的這龜仔條 有沒有木耳有沒有相關的調料 帶回來就是因為不是同一滴 沒有他沒有帶出來 他只有去檢查相關的現場 現在網閉盛跟大家講 驗不出來就是因為是陰性 那是26號去採檢的 24號能去的直接吃下去的同一批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已經用最高規格 沾板菜刀盆子已經全部都帶走了 沒有你說24號是現場還有相關要煮的食材 還是有是食餘沒有 那是食餘沒有